我和楚岳结婚七年 她出轨四年 她给情人爱和陪伴 给我金钱与地位 直到我三十岁时 捡到了一个满心满眼都是我的小奶狗 小奶狗身强力壮 总会缠着我一遍遍地问我爱不爱她 一如当年天真的我 我动了私心 给正和小情人同友的楚岳打了通电话 累了 离婚吧 说出离婚这话并不难 结婚七年 我和楚岳也提了无数字离婚 次数多了 她只觉得我在说笑 好整以侠地问我 四喊 你这回想要什么 我第一次提离婚的时候 楚岳给我开了一家公司 她那会儿蛮不在乎地说 给你练练手 亏了就当攒经验 但这次我摇头 我要离婚 她收敛了笑容 隔着听筒 我却能想象 对面的人一定是咪着眼 不太耐烦的表情 闹闹就够了 别太过分 我过两天就回国陪你 我说真的 楚岳 你回来咱们就去签协议办手续 不想过多就缠 我挂了电话 背后贴上来一具精壮的身体 男人的纹密密麻麻地附了上来 她含糊地说 姐姐 专心点 长臂一身 灯光熄灭 只留意是以你 纠缠间我半清醒半成轮地想 难怪楚岳总是流连于年轻漂亮的姑娘 年轻 是真好 折腾到半夜 葛成连带着我出门去吃夜宵 就在她家附近 这个点还开着很多店 她带我进了家烧烤店 老板和她熟 热情地问了句 带朋友过来啊 葛成连大大方方地搂着我 笑着说 我女朋友 其实我们认识才一个月 但我看着她高兴的劲 没反驳 吃烧烤的间隙 我玩了下手机 微博热搜上赫然挂着洛潇潇的名字 她晒了在仙本娜度假的照片 照片里洛潇潇笑容灿烂 穿着比基尼 露出娇好的身材 评论区里的粉丝 对她的身材一通乱夸 中间还夹杂着一些声音 讨论着照片中沙滩上的男人的影子 不会吧 不会吧 难道我听到的八卦是真的 据说潇潇背后一直有一个男朋友 对方还是缺爱大佬 好像就是那个华生总裁 放耳朵 楼上戏讲 楚岳的名字隐约出现在其中 而身份是洛潇潇的神秘男友 我笑出了声 挺可笑的 没人知道她是我丈夫 我和楚岳认识13年 结婚7年 从校服到婚纱 一直是同学圈子里人人称献的模范情侣 她为了能和我结婚 不惜离家出走 被父母唾骂是白眼狼 那年20多岁的楚岳拿着户口本 满心满眼都是我 她开心的对我说 四汉 我们去结婚 我父母感情不好 双双出轨 都不肯养我 我的少女时代孤僻而寂寞 只有楚岳强硬而倔强的闯入我的世界 我曾经告诉她 我抵触婚姻 我不会结婚的 我也曾为了躲避她的求婚 而消失了半年 可楚岳花了很长时间找到了我 她整个人瘦了一圈 眼眶通红 她问 你不要我了吗 我一下就心软了 所以楚岳抛下一切都要跟我结婚时 我确确实是心动了 我不是个勇敢的人 但为了楚岳 我愿意勇敢一次 我们刚结婚时 感情很好 她妈妈不喜欢我 楚岳就带我住在新买的婚房里 只有逢年过节 才会带我去老宅见长辈 我被她妈妈刁难时 楚岳也会站出来为我撑腰 妈 四汉是我老婆 家里有那么多庸人 非得让她洗碗吗 人人都看得出来 楚岳把我放在心肩肩上 而现在31岁 刚从情人身边回来的楚岳 身上沾满了陌生的香水味 她脱下外套 随意地扔在沙发上 面对我的表情 有些许不耐 我回来了 别闹了 给你带了礼物 庸人将奢侈品和成套的名贵珠宝 一排排地放在我面前 楚岳漫不经心地看着我 似乎笃定了我会因此而退让 她出身名门 家族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在政商两界都有分量 他们家的人 其实看不上我 但曾经的楚岳明白 我并非是贪恋她家权势的人 我深知我们的不匹配 所以一次次推开她 她也知道 我在乎的不是身外之物 还很难过的说过 如果你贪慕虚荣就好了 若是贪慕虚荣 便会拼尽全力争破头 也要嫁进她家 楚岳似乎忘了她曾说过的话 如今 她把价值不菲的名贵物品 放在我面前 似乎看准了 我会因为这些华贵的 欠礼 而收回之前的话 我叹了口气 真累了 我叫了马律师 你定离婚协议 过几天就能拿到手上 楚岳的脸色阴沉至极 她沉默一会儿 坐到我的身边 暧昧的眼神在我身上群寻 不喜欢 那你喜欢什么 思汉 我们好久没在一起了 想不想我 我站了起来 皱起眉头 楚岳眯着眼问我 你是什么意思 我嫌脏 她的脸色瞬间苍白 我嫌恶地拍了拍 被她碰到的皮肤 你遭见了那么久婚姻 不累吗 我不再管她 余光瞥见她颤抖的指尖 她叫了我的名字 但我没理 独自上了楼 很久以前 我们俩就分房睡了 我睡在客卧 她也睡在客卧 曾经甜蜜的主卧 像是一座暗眼的坟墓 我们都默契地 从不去留恋驻足足 我躺在床上时 楚岳破天荒地 来到了我的房间 她钻进了被窝 呼吸贴近的一刹那 我挪开了身子远离她 楚岳僵了很久 扮上 她哑声喃喃 嘶汗 我们怎么变成了这样 我也想问啊 楚岳 咱俩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我翻身坐起 打开台灯 认认真真的看着她的脸 然后我问她 你还记得留秘书吗 楚岳的脸瞬间僵硬 我们结婚的第三年 我和她家里人的关系 仍然不好 楚岳那会儿 开始接受家里的公司 整天忙得焦头烂额 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婆婆身体不好 总叫我回老宅去伺候她 她是个有高学历 又自诩有素养的女人 折磨人的手段 往往不落在名处 却处处叫人压抑 她和牌友打麻将 夸赞对方的女儿知书打理 有教养又学士渊博 一看就是家庭和美的 我做好了以后 她眉头微醋 端庄的面容上露出 微微嫌恶的表情 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 心死了 花了那么多时间 就做出这种东西 你有什么用 然后她上楼 和朋友抱怨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的孩子会打洞 我们家阿月可不像你儿子 那么好福气 她不会打我 罚我 旁人挑不出错 都认为她只是个 不够热情的婆婆罢了 但她是一个出身名门的贵妇 何必对本就看不上的儿媳热情 我不擅长与长辈相处 更不会讨好长辈 有苦难言 压抑得很 我和婆家的关系始终不好 那段时间楚岳累 我也累 可我也不想把这些矛盾 跟楚岳说 本就分身乏术了 免得她担心 但我没想到 楚岳的电话先打过来了 她的语气很无奈 嘶喊 妈毕竟是长辈 年纪大了 身体又不好 你注意点 我刚给婆婆按摩完 听到她这么说 整个人都呆住了 你要是按摩技术 不到家就别逞能了 要不是王妈说 你的力道太重 让妈不舒服 我还蒙在鼓里 她最后的语气 带了祈求 愤怒和无奈 妈向来不爱说人的坏话 算我求你了 别老和妈对着干 好吗 这些话像是一盆冷水 从天而降 让我心头一直寒凉 妈明明没跟我说 妈不想让你难堪 你看不出来吗 那边有人换她 她烦躁到 算了 回去再说 似乎从那时起 楚岳不会再坚定地 站在我这边 婆婆向她抱怨 她全盘接收 我说的话 她总会质疑 我们两个呆在一个房间里时 都会害怕 下一秒说起的是婆媳矛盾 楚岳回来的越来越晚 有一回她喝醉了 瘫倒在床上 手机响了 我犹豫了一会儿 接了起来 喂 听到我的声音 电话那头明显沉默了几秒 随后一道温柔的女生说 是四小姐吗 我是楚总的秘书柳青 楚总喝醉了 我担心所以问候一下 楚总没事了吧 我心头生起一股 莫名的怪异感觉 为什么叫我 四小姐 而不是 楚太太 嗯 谢谢你的关心 四小姐 楚总说她不喜欢 化媒水解酒 太酸 您最好准备一点蜂蜜水 楚总喜欢喝甜的 我望着水杯中的化媒 愣了神 然后是在迟钝的女人 也该闻出了一丝 不对劲的气息 我一向不查看楚岳的手机 这次是头一回 挂断电话 我打开了楚岳的微信 很轻松就找到了柳青的微信 头像是她本人 笑起来既五妹又甜美 备注就是柳秘书 最近的对话都很公事公办 可越往上翻 四小姐还在生气吗 嗯 女人吗 都是要哄哄的 你也别怪四小姐 不过有时候我也好羡慕四小姐 婆婆温柔 老公又贴心 楚岳似乎思考了一下 过了很久以后她才回到 我曾经以为我们会很幸福 但她好像变了 四月五日晚上21点45分 楚总 谢谢你送我回家 没事 楚总老是加班 四小姐不会生气吧 楚岳发个无奈的表情 宁愿加班 三月29日晚上23点26分 柳青发了一张醉酒的照片 若有四无的露出胸前的沟壑 喝醉了 地址发我 我忘了那天到底看了多久 直到后来 楚岳的手机没电关机了 我一抹脸上 满面如湿 第二天 楚岳出门时照就亲我 我躲开了 她微微皱眉 怎么了 感冒了 怕传染给你 楚岳 哦 雷医生 没再碰我 我明白 有什么变了 她沉默地坐上车 上班 正常地如同往日的任何一个早晨 可从前的楚岳 一定会很担心地跟我说 多喝热水 今天别去上班了 不差那点钱 你在家好好休息 我早点下班回来看你 晚上 我去了公司找她 那一层楼 除了总裁室的灯亮着 其余地方空无一人 百叶窗没有关牢 洒出了些许光 我借着那点缝隙 看到柳青坐在办公桌上 她弯着腰 露出大片勾人的白 不知在和楚岳说着什么 二人都在笑 我浑身发抖 眼眶发红 呆滞了许久 推开门 见到柳青搂着楚岳的脖子 吻得难舍难分 还有什么比亲眼见到 另一半出轨更恶心的 我把手上的饭盒 用尽全力 向他们扔了过去 楚岳下意识地 帮柳青挡下饭盒 抬头看见了我 他满脸惊慌无措 猛地将柳青推开 斯汗 你听我解释 我泪流满面 转身就跑 楚岳追上来抱着我 声音很陡 哈哈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发生 我向你保证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他紧紧抱住我 仿佛真的很害怕失去我 但我还是提了离婚 我搬出了房子 独自在外租了一间房 我失眠 痛苦 流泪 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想找人倾诉 可手机里 没有一个合适的人 我反复地回忆过去 高中我被霸凌 被父母断了生活费 是楚岳解救了我 他蛮横又傲娇地对别人说 斯汗是我罩着的 你们再敢欺负他试试看 我口袋窘迫 三餐没有着落时 班主任突然告诉我 学校里有助学金 而我正好符合条件 我一回头 看见楚岳藏在墙角 偷偷对我笑 他家境好又优秀 我一直认为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所以我不敢接受他的追求 是他红着眼对我说 你就算把我推开一万次 我也不会放弃 斯汗 让我当你的家人吧 很多很多年里 我一个人流浪了太久 他的话让我瞬间泪如雨下 再后来 我爸妈不知从哪得到了消息 知道我和楚岳要结婚了 带着他们各自 重组的家庭 来我的婚礼上闹 那场面甚是难堪 可楚岳没有 一丝一毫责怪的脸色 他给了我父母一笔钱 我身处泥泞 连我自己都放弃了自己 可楚岳没有 他坚定地 一点一点地把我拉出了泥潭 曾经那么好的楚岳 怎么会出轨呢 越回忆越痛苦 越痛苦越绝望 他是我在这个世界最信任的人 他帮我脱离困境 我以为我们会携手走完一生 但他就是出轨了 那段时间 楚岳找过我很多次 他说他把柳青辞退了 并再三向我保证不会再犯 我仍然咬死了不松口 直到后来一个雨夜 楚岳淋湿了站在我的门口 声音很弱地同我说 让我见一见你吧 我很想你 窗外的雨连绵不绝 似乎也在敲打我的心 面对在这个世界 我接触到的唯一一份爱 我心软了 我打开了门 楚岳笑了下 然后哭了 憨憨 我把自己洗得很干净 你别不要我 那么雷厉风行 桀骜不驯的楚岳 那时却只会在我面前低声下气 他低垂着头 像条被主人一气的狗 他说 我把柳青开除了 我身边现在都是男秘书 憨憨 我绝对不会再让你担心 那时 我相信他是真心改过的 我也动容 人拥有的越少 就越想抓住 仅有的一丝温暖 对我来说 楚岳就是我人生的一束光 我们和好了以后 楚岳给我开了家娱乐公司 他亲力亲为 帮我招险纳士 我的公司也做得有声有色 楚岳很高兴 那段时间他收敛了很多 再忙也要陪我吃饭 遇到有趣的事 都会和我分享 似乎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时候 但我俩都明白 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 就无法收回 其实我骨子里 并不是个清高的女人 因为楚岳对我愧疚 所以我坦然地借助 楚家的权势 一步步地攀得更高 现成的资源不利用 老天都会给你收走的 而楚岳 楚岳收心了一阵 又开始拈花惹草 是我没看清她 她自身条件优越 身边漂亮姑娘多的是 遇到我之前 十几岁的年纪 她却也换过很多任女友 我天真的以为她为我改变了 所以 我们是什么时候变的 你没忘吧 我笑着看她阴沉的脸 楚岳抓住我的手 一字一句冷冷道 我们的是不要牵扯别人 别人 我冷笑 她算别人 那落萧萧呢 你舍得让你未来孩子的妈 一直就这么明明没分 楚岳一下就变了脸色 似是慌乱 又像心虚 楚岳 你还想瞒我多久 等到孩子生下来 再把我踢走 别浪费时间了 我也不稀罕这个位置 我退出 你娶自己喜欢的女人 对大家都好不是吗 楚岳似乎终于意识到 我是认真的 她呼吸停滞了两秒 随后缓缓起身 扔下一句话 你做什么都可以 但别想离婚 孩子的事 我会处理 你舍得让她再留一次产吗 楚岳的身形一顿 眼中露出痛苦 嘶喊 你不能因为自己不能生 就让别人也生不了 多可笑啊 这个男人似乎忘了 我们也曾有过一个孩子 但直到流产 我才知道她曾经来过 婆婆生病住院 大暴雨的天气里 她执意要我盾好燕窝 送去病房 我抛下工作 雨天露滑 婆婆的电话 一通又一通地打来 我一时分神 从很突高的阶梯上滚落 孩子没了 而我以后也无法再生育 楚岳非常痛苦 她安慰了我很久 可仍然略有责怪地说 为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要是告诉我们你怀孕了 妈还会叫你送吗 受伤的人是我 失去孩子的也是我 可所有人都怪我 谴责我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 没有后盾的人 往往是如此的可怜 我咬紧牙关 独自撑过那些难熬的时刻 人和人一旦有了隔阂 相处起来就如履薄冰 我不想见到楚岳和婆家人 楚岳也不忍在面对我 离心的日子里 她在外头的花边新闻 层出不穷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 楚岳认识了骆萧萧 那时骆萧萧只是刚从 电影学院毕业的 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 她的微博里有各种 潜藏的小心思 楚岳不经意间露出的手表 埋头工作的背影 他们一起游玩时拍下的风景 我像个阴暗的小偷 在窥视他人的幸福 我实在不甘心 又心底压抑 我不再讨好婆家 对楚岳各种冷嘲热讽 像一个炸毛的刺猬 我恨所有人 我的事业蒸蒸日上 员工在我的高压下 敢怒不敢言 他们怕我敬我 无人愿意与我多接触 我是我 又不再是我 而在我暗自神伤 殷勤风魔时 楚岳已经开启了第二春 她风光无限 家人在怀 哪还能记得 在痛苦中煎熬的妻子 直到骆萧怀孕了 不知怎么找到了我的公司 她声泪俱下地 向我哭诉她与楚岳时真爱 我看着她清纯美丽的脸 一时恍惚 有一瞬间 似乎看到了年少时的自己 她回去以后 楚岳怒气冲冲地质问 我对骆萧萧做了什么 我抽着烟 漫不惊心道 她怀孕了 你要有自己的小孩了 就那一句话 让楚岳的气焰败下来 我又提了离婚 她照样没同意 几天后 楚岳憔悴地找到我 胡子拉叉 眼眶中因多日熬夜 而有着红血丝 她看向我的目光 带着无奈 冷漠 以及隐隐的愤恨 她说 我让萧萧打胎了 你满意了 我满意了 自始至终 我都没要求她让谁打胎 我只是想要离婚 可楚岳自作主张地做了决定 并把罪名安在我身上 她心疼落萧萧 便加倍地补偿她 又觉得我是罪魁祸首 落萧萧恨我 她也恨我 其实很长时间 我都没想明白 为什么当初相爱的我们 变成了如今相看两相宴的模样 而楚岳却仍然抓着我们的关系 不肯放手 纠缠的这些年 吵过 闹过 决裂过 和好过 爱意消磨殆尽 我是真的累了 所以我跟楚岳说 那你让她生个够 这回我离定了 马律师你订了离婚协议后 我把她寄去了楚岳的公司 和婆婆嫁 婆嫁人不喜欢我 在离婚这件事上 我们算是达成了共识 做完这一切 我去了篮球场找葛成莲 二是出头的小年轻 热爱运动 锻炼了一身好肌肉 阳光帅气 嘴巴甜 幼年人 冲了过来 我忙踩了刹车 路旁有人引扑过来救小孩 小孩吓得哇哇哭 我也吓坏了 下车一看 小孩没事 倒是救人的 葛成莲有轻微擦伤 我带他去了医院包扎伤口 他很不好意思 觉得这跟我没关系 执意不要我出医药费 我送他回家时 他突然转身对我说了一句 生日快乐 我疑惑 你怎么知道 他指了指后排座位上 员工送的一堆礼物 上面搭拉着一条 生日快乐的横幅 葛成莲摸着头 很爽网地笑 姐姐 你等我一下 我送你一个生日礼物 放在平常我就走了 可那天我留了下来 在楼下静静地等着葛成莲 等待的空隙 我在手机上看到 洛潇潇陪着楚岳 参加私人晚宴的图片 楚岳满面笑容 望着洛潇潇的目光 温柔浅全 充满爱意 人人称赞的一对碧人 我点了根烟 每一会儿车内都是烟味 葛成莲送给我一个 木制的小人偶 我是做手工木雕的 姐姐 送给你 烟雨朦胧中 我看着他赤诚的眼神 不知为何有了别样的心思 忘了那一晚 后来的事是如何发生的 只记得后来下起了雨 雨很大 人很重 喘息声汹涌 汗水流淌 我在筋疲力尽中 得到了极致的快乐 事后 本不打算与他过多纠缠 可他总会在我下班的路上等我 眼巴巴的样子 让人心生恋爱 我结婚了 他抿了抿唇 那你快乐吗 我正了一下 没吭声 他继续小声道 我觉得你不快乐 我想让你快乐 在葛成莲身边的时候 我总是很放松 他会一遍遍地问我爱不爱他 我不说话 他的动作就更凶狠了 一张脸认真而修红地等待我的答案 就像曾经的我 年轻的时候我以为爱能抵万难 后来才明白 人生的太多痛苦都是来自于爱 那一瞬间 我似乎想通了 放手吧 我才三十岁 我事业有成 风华正茂 为什么要跟楚岳纠缠一辈子 葛成莲热爱运动 篮球也打得好 他一身汗地来到我身边 笑得特别开心 我以为你今天忙呢 姐姐 你来看我了 真好 我轻松地笑 递给他一瓶水 打完了 带你去吃饭 他欣喜地看向我的脖子 你带了我送你的项链 一条很普通的四叶草项链 在我所有的手势里便宜得不知一提 葛成莲很高兴 亲了我一口 郑重其事道 我以后一定会送你一条最贵最好看的 我笑了下 没当回事 我们走到篮球场门口时 停了下来 路边停了一辆特别显眼的宾历 驾驶座的男人眉眼冷若冰霜 目光看着我们 似乎要将人剥皮抽筋 我拍了拍葛成莲 今晚没法陪你吃饭了 你先回去 他不解 委屈巴巴的眼神看过来 我无奈地拍拍他的肩 乖 听话 车子里楚月的眼神愈发阴沉 他一路目送葛成莲离去的目光 似乎要把人穿透 我若无其事地坐上副驾驶位 吴宇道 别看了 人家都不认识你 你这个样子 别人还以为他是你的仇人呢 他紧握着方向盘 呼吸沉重 我轻飘飘地吐出一口烟雾 离婚协议书收到了 咱俩都婚内出轨 财产方面我要的不多 都是你们楚家拼出来的产业 多的我不会拿 你看好了就赶紧签字 楚月沉默了很久 他平复好呼吸 转过头一字一句地问我 为了他 你要跟我离婚 我顿了下 轻斥一声 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他宁望我许久 突然轻身压过来 重重地吻我的唇 他人高马大 我拼命挣扎也正脱不开 这个吻炙热而毫无章法 只是单纯的宣泄 我受不了 狠狠咬了一口楚月的嘴唇 血腥味在口腔弥漫 楚月吃痛地放开我 我用力擦着嘴巴 冷冷道 你让我觉得恶心 他不甘示弱 身为妻子 这是你的义务 违背妇女意愿的 叫婚内强奸 楚月一边擦着嘴角的血字 一边看着我 细血地笑了一下 行啊 思汉 长本事了 这副贞洁猎女的样子 是做给谁看呢 我仔仔细细地 擦着他触碰过的地方 他似是注意到了什么 忽然抓住我的手 抚摸着我空荡荡的无名指 他呆滞了一瞬 随即不可置信地问我 结婚戒指呢 丢了 我指了指他的手 别装了 你都和人家戴上情侣对戒了 还在这跟我装深情 眼给谁看啊 楚月的气势 好像在那一瞬间垮了下来 看向我的眼神 有委屈 难过 痛苦 思汉 你不能这样 结婚的戒指 是楚月亲自设计 叫人打造的 那环刻上我俩的名字缩写 他当时为这枚戒指 费了很多心思 我还记得 婚礼当天 楚月为我戴上戒指时 那么虔诚 那么高兴 好像我们真的会如誓词一般 永远走下去 你也不能这么双标 楚月 婚戒是你先不戴的 你没有立场指责我 和他待久了 我居然会觉得恶心 我准备下车 楚月拉住我的手 似是气球般说 别走 我甩开他的手 反问他 楚月 我以前生事也这么求过你 流产休养的时候 我也曾拉着他的手 跟他说 楚月 别走 陪陪我 可他一点一点地 掰开我的手指 去为洛潇潇 举办一场豪华的生意宴 他似是想起了往事 面色惨白 我推开车门 往前走去 那一晚 楚月回来得很晚 他把四岁的离婚协议 放在我面前 心平气和地跟我说 嘶喊 别闹了 我们好好过吧 你看 在他的眼里 总是我在无理取闹 他又说 潇潇那边我会处理 孩子的是你放心 不会有孩子 但你会继续和他在一起 是吗 楚月沉默 我曾经 是真的很感激楚月 也是真的很爱楚月 我当初有多么爱他 如今就有多么恨他 因为我亲眼见证了 他对我的爱 是如何慢慢消失的 而对洛潇潇 又是如何疼爱的 我叹了口气 还好 还好 如今我对他的爱恨 都以随风而逝了 我不知道楚月 和洛潇潇是怎么说的 总之 洛潇潇又来公司找我 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气势 仿佛他才是 和楚月结婚的人 他讽刺的对我笑 嘶喊 人不能一直这么恶毒 你让我流产一次 还要第二次 你不怕天打雷劈吗 不要脸的人 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错 我心平气和的笑了笑 你自欺欺人的样子真好笑 他脸色微僵 我继续道 不想和你生小孩的是楚月 该天打雷劈的 也是你们这对狗男女 当了那么久第三者 还没法让楚月为你离婚 你多没用啊 和他说话 我只觉得浪费时间 我叫了保安 把他轰出办公室 他临走前不甘心地问我 你知道楚月和我在一起时 怎么叫你的吗 他分外畅快地说 他说你是黄脸婆 我心中没有一丝波动 知道了 你可以滚了 洛潇潇没有罢休 网络上突然出现大片 关于我的娱乐公司成华 针对洛潇潇的报道 什么暗箱操作 抢他的奖项和资源 曾经差点让他现身 与某个大佬云云 没有证据的是 却被传得有鼻子有眼 营销号添油加醋 水军煽动情绪 粉丝群情激愤 路人也在为他鸣不平 我的微博和公司官微彻底沦陷 旗下演员也受到重挫 各种不堪的字眼 充斥在我的评论区 贱人 劳保 公司倒闭 我有条不紊地叫人起诉了 带头造谣的几个营销号 并且整理了这些年 楚月与洛潇潇在一起的证据 把这些证据 及我和楚月的结婚证照片 一起交给了公司的公关部 后进来的员工很是惊讶 司总 您和楚总是夫妻啊 我点点头 很快就不是了 风雨欲来 但躺在葛成连怀里 什么都不做 便能得到片刻的安宁 他亲吻我的额头 柔声道 让我照顾你吧 我没有吭声 这个世界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没有谁能照顾我 我也不需要谁照顾 我能给自己安全感 员工告诉我 我准备的东西 一上传到社交平台 就马上被删了 与此同时 关于我和洛潇潇的 所谓恩怨的讨论 也都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能做到这一切的 只有楚越 我找到他 他恳求地对我说 斯汉 萧萧他不懂事 你别和他计较 二十六了还不懂事 你以为是三岁小孩 楚越有些不高兴 他已经流了产 身体受到伤害 心情不好 斯汉 你别这么咄咄逼人 我爱了一整个青春的男人 是如此的面目可憎 所以你为了他 宁愿我被骂 你明明可以早点制止这场闹剧 却偏偏要在我反击时才出手 楚越沉默了半赏 说 对不起 既然觉得对不起 那你多分我一点 我找律师改下离婚协议 空气忽然陷入诡异的沉默 楚越很慢地问我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为什么你还是要离婚 他站了起来 一步步逼近我 为了你 我当初放弃留学 去和你上同一个大学 我违背父母的意愿 执意要娶你 放弃那些名门千金 娶你这么一个原生家庭稀烂的女人 我妈不喜欢你 我为了你总和她对着干 你怎么就不能像别人一样 和婆家和睦相处呢 我出轨 对不起你 我尽量补偿你 我犯了每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 但我给你地位名望 没有我 你现在还是一个 钱包空空的公司小职员 为了一日三餐奔波 为了一套小房子 省吃俭用 哪会有如今的地位 思汗 我对你还不够好吗 我只是不想跟你离婚 有错吗 曾经爱过的人 最知道对方的软肋在哪 撕破脸皮时 比任何人都能够准确用力地 往对方的心窝渣 这就是我要离婚的理由 我的心脏抽痛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楚岳吃笑一声 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中 思汗 你是不是还没有意识到 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没有人爱你 除了我也没有人要你 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心血 我怎么可能放手 他冷冷地看着我 我又怎么可能 让别的男人染指你 要离婚 永远不可能 我们之间的关系 除非你死 或者我死 否则永远不可能结束 楚岳走了 这一刻 我终于知道 楚岳始终不肯和我离婚的理由 我多可怜啊 我在他眼里是条可怜虫 他如就是主一般 将我就起 重塑我的心灵与人生 这么一件得意之作 他怎会甘愿放手 即便是作为一件花瓶 也得牢牢地摆放在他眼前 我低估了楚岳的狠心 可成年出事了 他在帮人抓小偷时 追到巷子里 却被对方捅了几刀 巷子里没有监控 凶手早已逃之夭夭 他躺在医院里 生命垂危 我想楚岳也低估了我的决心 这样一段肮脏混乱的关系 早就到了该了断的时候了 我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将我和楚岳的关系 他多年来出轨落萧萧 及其他女人的事实 公之于众 借着楚氏的东风 承华这些年发展得非常迅猛 在圈内上有说话的分量 我又积累了一些人脉 利用舆论打击了楚家的名声 让楚家不得不开始重视 我与楚岳的这一段婚姻 我只求离婚 并且已经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 眷侣变怨偶 互相撕破脸皮 拿着对方的丑闻给个大媒体 多么的难堪 楚家这样的大家族 实在无法忍受 楚氏的骨架已经受到影响 楚岳的父母对我怨言颇多 那些长辈们联合起来 给楚岳施压 要他与我离婚 他仍然不肯 但人啊 在重压之下 会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我是在葛成莲住院的医院里 见到楚岳的 他来找我时 明显憔悴了很多 我对他没什么好脸色 楚岳不像那日咄咄逼人 轻声问我 嘶喊 真的没可能了吗 他的模样 让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可怜 可悲 可叹 楚岳 你知道我28岁时的生日愿望吗 他疑惑 我静静地说 那会儿你在外面有很多女人 但我还是犯贱地想挽回你 我们很久没有过二人世界了 我生日的时候 许夏的愿望是 希望28岁的我们能和好 去旅游散心 我想去掀本那 海水那么蓝 那么干净 好像能冲刷掉我们之间的所有不愉快 多傻 对不对 我的眼眶渐渐红了 想一想 真的心疼当时的自己 我生日那天 还没吹蜡烛 你就走了 因为洛潇潇怕打雷 他要你陪他 楚岳明景纯 眼角饭泪 所以你不知道 其实我很想去掀本那 但没关系 我后来和我的员工们一起去了 那里很美 很好玩 我玩得很开心 对不起 我摇头 你的对不起 没有意义 楚岳 我其实很想问你 当时我被拳网黑的时候 你有没有那么一刻 觉得很庆幸 庆幸被骂的人是我 而不是洛潇潇 他忽然嘴唇颤抖 落下眼泪 却怎么都说不出一个 不 字 我看着他 看着看着 就笑了 你说 现在的我们 如果遇到十几岁的自己 会不会很惭愧 十几岁的思汉和楚岳 坚定的要一起度过这一生 那时的爱 纯粹而热烈 仿佛拥有对抗全世界的勇气 你还有勇气 面对那时的自己吗 那天你说的话真的很伤人 但你离开的匆忙 所以没有听到我想说的话 楚岳 你似乎忘了 当初非要和我在一起的人是你 而不是我 我并不是非你不可 三十多岁的男人 在我的连连逼问下落荒而逃 如我所愿 楚岳同意了离婚 也许他感到愧疚 大方帝给了我他名下的大半财产 我坦然接受 他和洛潇潇的恋情破裂 听说他身边再无女伴 清静了下来 你看 人一旦想要断绝关系 并没有那么难 洛潇潇被丑闻缠身 合作的广告商 纷纷与他解除合约 谈好的资源也跑了 心去被压 不知还能不能上映 我从人人喊打的资本 变成了网友同情 理解又敬佩的美强惨 这个世界千变万化 葛成连的伤好了以后 他掏出了一枚钻石戒指 他虔诚而小心翼翼地问我 思汗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摇头 不愿意 他的笑容退去 很是难过 我说 你的年纪太小 并不懂得什么是婚姻 而我大你这么多岁 我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和财富 都差得远 我怎么能相信 你对我是纯粹的爱 他要反驳 我用食指抵住他的唇 即便你对我只有纯粹的爱 我也不愿意 唉 是很容易变质 且很容易消失的东西 我这个年纪 有钱有严媒孩子 大可以好好享受人生 为什么要继续困在一段关系里 葛成连眼眶起雾 我为他擦去眼泪 柔声道 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朋友 你如果想找我 我随时欢迎 你想做我的男朋友 我也可以考虑 不哭 嗯 我的生活 在30岁终于开启了新篇章 事业顺风顺水 周围的人释放的都是善意 都带着笑 他说 司总 你现在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看起来也越来越年轻了 参加时尚晚宴时 他陪着我挑选礼服 一件又一件的事 几乎每件他都说好 最终 我挑了一件修身的白色长裙 那晚人特别多 曾经合作过的明星们看到我 都眼前一亮 我与他们谈笑风生 自信且随和 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关系 这样的时尚晚宴 没想到会遇到楚月 楚月握着酒杯 离我有一段距离 我们视线相撞 他微微一笑 犹豫了一会儿 朝我走来 司汗 你今晚很漂亮 我客气礼貌地回 谢谢 他的目光温柔 停在我脸上不肯一开 耳环很适合你 没想到 你比以前更漂亮了 我说 你也会越来越好 旁边有人在叫我 我向他点点头 转身离开 整场晚宴下来 有一道目光一直跟随着我 我知道是他 没有意义 不用回头 人要往前看 卸妆时我才发现 左边的木兰 耳坠掉了 找很久没找到 我索性把另一只也丢了 掉了就掉了 也不差这一对 洗完澡 我躺在香喷喷的床上 扶着面膜刷手机 一则新闻冲上了热搜 楚越车祸 楚越死了 就在我参加宴会的那一晚 听说他开车的速度太快 像是赶着去什么地方 以至于没有注意 右边路口行驶而来的货车 人当场死亡 楚氏的骨架大跌 各方势力涌动 一片混乱 有人说 楚越在宴会现场 捡到了一枚耳坠 他拿着那枚耳坠 满面笑容 迫不及待地要把它还给施主 在车祸现场 的确找到了一枚木兰耳坠 消息传出 众人唏嘘得很 有人问我 斯汗 你知道他要去找谁吗 我摇头 不知道 却忽然想起那天楚越说 我们之间的关系 除非我死 或者他死 否则永远不可能结束 一语成衬 这一刻 我并没有幸灾乐祸的快感 只是觉得枉然 他的葬礼结束后 我抱着一束花去看他 墓碑上照片里的楚越 意气风发 笑容灿烂 似乎还拥有光明的前路 他太年轻了 年轻到与这片寂静的墓园 格格不入 我助力片刻 终究没有什么好说的 默默离开了墓园 回去的路上 看见一对穿着校服的高中生 一男一女 紧紧地牵着手 女孩羞涩地低着头 男孩偷偷瞄他 红了脸 好像那年的我与楚越 我想起曾经年少的楚越 在我被人所在教室时 为我伸出来的手 自那以后 他便一直牵着我的手 绕过每一个坑 经过每一条险路 那时 我相信我握着的是一双 永远不会离开我的手 那时 楚越煞有其事地 畅想我们老了的模样 他说 汉汉 我不舍得你先死 可是我要是先死了 你怎么办 楚越 你现在知道答案了 我会过得很好 很好很好 路边的小情侣们 是那么的青春洋溢 他们追逐打闹 开怀大笑 他们紧握对方的手 青色的脸上 有着倔强和勇气 他们彼此共同勇敢地 面对未知的未来 并希望得到美满的幸福 我从不后悔 和楚越结了婚 因为那时的我也曾期盼幸福 我为自己勇敢了一次 虽然结局不好 但没关系 我曾收到过年少时的楚越 最真挚的爱 我不后悔 人死摘消 我们的感情 以校服开始 以坟墓结束 跨过了这座婚姻的坟墓 我的人生 还有漫长的时光 那年楚越解救了深渊之中的我 却又将我留在了原地 走向了别人 如今30岁的思汉 穿过重重荆棘 找到了那个孤独胆小的姑娘 我牵起她的手 我们一步步慢慢地 坚定地走向未来 不需要就是主 一个人也能好好地过完这一生 全文完感谢观看